祝爱的弟兄姐妹 祝内平安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马尔谷福音一章七至十一节 愿耶稣的故事 凭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候 若汉宣告说 那比我更有力量的 要在我以后来 我连俯身解他的鞋带也不配 我以水洗你们 他却要以圣神洗你们 那时 耶稣由加里勒亚 纳扎勒来 在约大河 受了若汉的洗 耶稣刚从水中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神 圣神有如鸽子 降在他上面 此时 有声音从天上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因你而喜悦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 让我们一起分享 他的光辉 基督下水受洗 让我们也同时下水 好使我们 也和他一起上来 若汉正为人复习时 耶稣就来了 也许是为圣化 复习者而来 但毫无疑问的 他是为把那整个旧亚当 埋葬在水里而来 他在圣化我们之前 并为了我们的缘故 先圣化了约大河 由于他有神性 又有肉体 他愿意借着圣神和水 开始新的创造 习者若汉 不愿给耶稣复习 耶稣却坚持 若汉说 我该受你的喜 这是灯光对太阳 声音对圣言 朋友对新郎说话 是那由妇女所生的人中 最大者 对那万物的守生者 那由母胎中 就以欢心跳跃者 对那在母胎中 就受崇拜者说话 是我该受你的喜利 你该加上一句 也为了你 因为若汉已经知道 他将受到学习 或者他将像伯德鲁一样 被洗劫 不仅是洗脚 耶稣受洗后 就从水中上来 他也带着人类一起上升 并看到天已大开 这天是从前亚当 为他自己及其后裔所关闭的 好像用火箭关闭的地堂 而且圣神清灵 证实耶稣的天主心 就是证明 耶稣与他平等 且有声音自天而发 给耶稣作证 圣神以鸽子的形象 将来光荣了人性的身体 因为天主借形体显现 也就同时将身体 天主信化 如此 在很久以前 是一只鸽子 作为洪水的结束的 报信者 为此 我们今天要尊敬 基督的洗礼 并要热忱 予以庆祝 你们要完全洁净 不断的净化 因为天主所欢悦的 陌生于人的悔改 与得救 他的每句话 他的每个奥迹 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愿你们大家 做世界的光 为他人成为一种 生命的动力 你们在那伟大的光面前 要光芒四射 并沐浴在那天上之光的光辉中 愿你们分享圣山 那更纯洁 更灿烂的光辉 你们现在 已经有限度的 从圣山那里 接受了 发自唯一天主信的 一线光芒 这是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 接受的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premiummeat.com premiummeat.com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